初冬季节 天气寒冷 什么样的植物需要在这个时候下水收割 我觉得这个割的环节就挺不容易的 传承老手艺带动村民增收 为什么他们的产品却迟迟打不开销路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颜色发暗 解决难题突破瓶颈 老手艺能否焕发新生命 预知详情 敬请收看纸尖上的蒲草编 蒲草编织是我国民间广泛流传的 一种传统手工技艺 它以天然的蒲草为原料 制作出造型各异 功能不同的日用品和工艺品 展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 和非凡的创造力 也给首艺人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 蒲草资源丰富 有着悠久的草编历史 很多人以此为生 2021年大牧村的徐慧娟 看中了这个商机 成立了蒲编工作室 但它始终被一个问题所困扰 它颜色又黄又暗 看上去不是那么的美观 求助人徐慧娟33岁 求助问题 蒲草制品颜色暗沉品质差 为了帮徐慧娟解决难题 栏目组派出帮小哥 来到了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 实地了解情况 小徐你好 你好小哥 这一路过来的时候 觉得这边的风景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觉得这边是地广人稀的一个感觉 是我们这里是黄河入海口 附近湿地比较多 黄河入海口 黄河南的交汇 东营市河口区 位于黄河三角洲腹地 黄河在这里汇入渤海 从黄土高原带来的泥沙 不断填海造路 形成了我国最年轻 最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 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水资源 让这里的野生蒲草十分茂盛 而这正是蒲边制品的上加原料 在过去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会草边 姐妹们 小哥来帮帮帮帮 你好 你好 这里都是我们村的大姐和嫂子们 都是本村的 都是我们草边工作室的成员 这就是蒲草边 对对对 我们是用蒲草来编制蒲团呀 垫子呀 松大框呀 各种的工艺品 他们编制的蒲团 蒲垫 蒲框等产品 都是采用祖辈传下来的手艺 样式古朴 实用性强 但款式相对比较单一 不够新颖 所以销售情况一直比较惨淡 除此之外 跟其他人的产品相比 他们编制出来的作品 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这是我们的产品 这是网上买的产品 您看看他们两个之间的区别 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们的蒲团 发乌乌不亮 是是是 这个可能更光亮一些 这个颜色偏暗 对比看很明显 很明显 近看细看 对比着看的时候 这个颜色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感觉像是用过的 或者说像是在仓库里面 存放了很长时间的那种感觉 同样的产品花了同样的时间 但他们的价格 至少要比别人便宜30% 才能勉强卖掉 这不仅影响了经济效益 也在不断打击着他们的信心 我们的产品颜色 因为发黄发暗 只能在周边乡市场的销售 如果能卖到城市 卖到更远的地方 那我们的收入是不是更多 在村里 很多人利用农闲时间 编织一些日用品 去附近集市卖 徐慧娟敏锐的感觉 这是一个商机 经过一番查询 发现蒲编制品的利润 非常可观 于是便把它们组织起来 一起成立了工作室 我们万大姐心灵手巧 而且我们这个葡萄编 也是我们万大姐教我们的 您是跟谁学的 我是跟老人 爷爷奶奶 从小就学这个 工作室的成员 基本都是村里的老年人 通过小小的蒲草 他们聚到一起 像您做这么一个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第一次我说是 我的手买 我这个手变 大家帮我刺个头 帮着手手口有时候 好姐妹 好姐妹 又能聊着天 还能挣着钱 开心反正出来上 一根根蒲草 在他们手中来回穿梭 慢慢变成实用的日用品 和精美的工艺品 这让帮小哥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也准备尝试一下 这一整根感觉很粗壮 是直接用吗 你看 这一层一层的是吧 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的剥开 剥大葱的那个皮似的 有点像 然后把它给撕开 然后就可以用 需要多宽就撕多宽 对 这个是怎么编的 我来给您演示一下 您看一下 这个首先 我们介绍一下 它叫庄子 庄子 对 这个叫庄子 对 这个叫什么 叫蒲草 我们把这个蒲草 能把它给包裹起来 看着 然后这样往下边 每一步 我们都需要把庄子 给抬起来 压上蒲草 然后 抬起另一根蒲草的时候 再抬起 另一个庄子 这样 循环着 往下去压 蒲草要把庄子 压到下面去 对 这感觉有点像 小姑娘就是编那个麻花辫 对 有点类似 蒲边的工艺极其丰富 常用的有 边边 平边 角边 边花 等几十种工艺 徐慧娟刚才展示的工艺 是平边 对 您可以来试一下 试试啊 抬起庄子 压住蒲草 这边再 抬起庄子 压住蒲草 明白 抬起庄子 压住蒲草 对 姐姐您看我这编了 怎么样啊 应该说得挺坏的 谢谢您 这跟您比怎么样 能比得了您 还差点 还差点 姐姐倒一点都不谦虚啊 看起来就是 一条线压一条线 一条线压一条线 但是做起来 没那么简单 得有耐心 而且要细心 才能做好这一件 蒲草编的制品 辛苦的付出 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这让徐慧娟感到压力很大 除了组织大家编制 徐慧娟还要找人去割蒲草 她希望在大雪来临之前 多储备一些蒲草 以备冬天使用 蒲草它一般都生长在什么样的地方 黄河有很多故道 小道 还有我们附近的一个湾 里面都会生长这个蒲草 那一般都什么季节去采这个蒲草 秋末冬初的时候来采摘蒲草 在这个季节里 蒲草的韧性是最好的 韧性吗 对 蒲草全身都是宝 嫩芽可以直接食用 夏天蒲草开花以后 把熊花的花粉收集起来 可以入药 这就是蒲荒 到了秋末冬初 蒲草的精感长得又粗又长 柔韧性也好 就可以作为蒲边的原材料 小徐啊 我这有个疑问啊 咱这一路走过来 我感觉这一大片都是芦苇 哪有蒲草啊 您看它都像芦苇是吗 是啊 我给您说一下吧 这个是芦苇 这个您认识 对啊 它已经长芦苇花了 那像这芦苇不能用来编织吗 不能 你看哈 这个芦苇它很脆 一下它就折断了 大家看哈 芦苇它是空的 中空的 里面完全是空的 空心的 对 它是没有办法用来编织东西的 这根它就是蒲草 一个没芦苇花 一个有芦苇花 对 蒲草它是网状结构的 跟海绵一样 瓦棱纸的那感觉 对吧 这不一样 然后我们蒲草它是有韧性的 打湿之后呢 它会 你可以做出各种形状的来 收割蒲草是个重体力活 所以这活一般都是难劳力来干 今天徐慧娟特意喊表哥过来帮忙 还得穿这个衣服是吧 行 我来一个 好 好嘞 平常都是你帮小徐来割这个蒲草 对 水的原因 包括这个女孩子 所以说一般都是我来帮她坐这块 而且这个季节其实风也比较大 天气也比较冷 我觉得这个割的这个环节就挺不容易的了 对 你坐稳了哈 好了我把您稳着这小船 来 哎呦真粗啊这个 割了就比较粗啊这个 对 那一般您是选什么样的这个蒲草才算是比较好的比较适合的 长得那种比较茂盛的 光丽的 呃长得比较高大的那种 对为什么我到水里来的 因为岸边的那些吧 可用的部位比较短 这就20公分左右 这是我们水里的吧 区马也能弄出个50公分左右的 有 差不多这么多 有这么一截 对 都是可以用的 对对对 我能试试吗 可以 来来 镰刀给我试试啊 这刀也是要斜着 斜着是吧 对 割刀 哎上来了 看这个 哎相当不错 还行 也可以啊 两到三厘米 两到三厘米粗 肯定得有了 其实在岸上 也有很多的蒲草嘛 但是呢 因为岸上 它可用的那个长度很短 池塘里的 可用的长度更多 所以我觉得其实 做这个蒲草编的 第一步就挺不容易的 刚收割的蒲草 不能直接使用 还需要晾晒一段时间 因为蒲草中 还有大量的水分 如果直接去编织 水分挥发之后 做成的蒲草制品 就会变形 还容易腐烂 在晾晒的过程中 徐慧娟看上去心事重重 如果草边变色的问题 不能及时得到解决 这个冬天 他们辛苦地付出 注定又将得不到 满意的回报 他一时间也不知道 该何去何从 为了帮徐慧娟解决难题 栏目组前所田园帮帮团 专家库 找到了一位蒲草编织的高手 大家好 看下这什么东西 大家都了解 这就是我们黄河流域的盛产 特别是在我们黄河两岸 特别多 我们今天就让他 怎么样 点草成金 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 陈淑刚 42岁 黄河口蒲草编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 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大师 42岁的陈淑刚 是蒲草编织圈的异类 因为这个行业的从业者 大部分都是女性 而她却从小就迷上了蒲草编织 在继承传统编织 记忆的基础之上 陈淑刚还不断创新 研发了几十个新造型 成为远近闻名的 蒲编达人 邦邦团专家实地调查 究竟能不能帮徐慧娟 解决难题 是 老手艺焕发新活力 蒲草编织 究竟能玩出多少新花样 太匪夷所思了 艺术性 不要走开 精彩稍后继续 为了帮徐慧娟解决难题 邦小哥就带着帮帮团专家 来到她的工作室 欢迎程老师 来 帮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产品 环境很好 又很干净 实在都很齐全 对 多长时间了 两三年了 正好啊 盖了农闲的时候 做做草编 大家有个基础的收入 还是可以的 增加我们农村妇女的收入 对对对 专家来来帮我们看看 我们的产品吧 好 形状还很好 比较平均 妆比较平均 对对对 妆比较平均 均匀度上来看的话 这位大姐 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 也比较用心 专家来到现场 首先肯定了她们的手艺 在技术上并没有太大问题 正在编织的葡团 颜色是正常的米白色 光泽度也很好 为什么存放一段时间之后 葡团就变了色呢 这个颜色你看啊 这个颜色暗淡发污 确实是这样 就是我觉得啊 这看起来感觉像是用过的 发旧 这也是我们当下面临的 最大的问题 对 可能在咱们这儿呢 这个实用性比较强 在咱们农村吧 这个讲究一个实用 但是到了大城市啊 还是要看它的这个美观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常常 这就是原材料的问题 我们的原材料在外面要晒着了 好 我们去看看原材料 帮帮团专家查看了变色的葡团之后 直接将原因指向原材料 那究竟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 是葡草出现问题了呢 你看啊 你看 非常有韧劲 是吧 相当有韧劲 是还是可以的 这个茎呢 这一块呢 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就用的这个茎 从这个葡萄的这个橙色上来看的话 还是挺好 看到它搁回来的这个产品 搁回来的这个葡萄 他们用心 他们用情去做这个事情了 在搁的过程中 肯定是费了不少的这个心思 所以说是非常的珍惜 专家首先检查了一下 晾晒好的葡萄 并没有发现问题 那加工好的蒲边制品 为什么会变色呢 咱这葡萄是怎么晒的 搁回来葡萄以后呢 就晾在这张地上 那晒的话晒多久呢 嗯 晒四五天 会把它彻底的翻一翻面 对 交叉晒不到的地方 是吧 咱们要重新放开以后 这样翻过来 再这样重新再打一次晒 是吧 这个葡萄 你一般晾晒到什么程度 才把它收起来 我们摸着就说 没有不湿了 然后就先把它给收起来 竖起来来再晾一段时间 刚才说的很好 就是再竖起来 再晾一晾 从它这个晾晒 我通过给它留 我觉得它这个方法 还是得到的 你像这个铺开 经常的翻一翻 都做的还是不错的 刚收割的葡萄 含水量比较大 如果晾晒不及时 就容易发霉 从而影响葡萄的质量 但徐慧娟 在晾晒的过程中 非常细心 并没有发现问题 那有没有可能 在储藏的时候 出现问题了呢 陈老师 这就是我们储存葡萄的地方 帮我们看一下的 我们存起来的葡萄 一直放在咱们 一直在这个屋子里放着 这个地方还是可以的 咱这个地区的湿度也不大 也比较干燥 还通风 晒得也比较透 非常烈 还行啊 其实当时吧 觉得真是 这程序都很好 也都看了 不错 采摘的也不错 晾晒的也不错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一直在琢磨着 储藏室非常宽敞 通风良好 专家经过查看 储藏室的葡萄 也很正常 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一时间 邦邦团专家 也感到非常疑惑 你看 找着问题了 你看水 水 我们泡的不草太湿了 对对对 什么时候泡的 昨天晚上泡上的 昨天晚上泡上 泡到现在使用的吗 对 那确实时间太长 为什么要用水 去泡它呢 我们储存的时候 不是要又把它 晒干了吗 太干了 它没有办法编 然后我们需要把 用水把它泡湿了以后 变软了 然后再用来编产品 葡萄晒干之后 因为质地比较脆 编织的时候容易折断 所以按照过去的老办法 都在编织之前 用水泡一下葡萄 为了节省时间 徐慧娟一般在每天收工以后 用水浸湿蒲草 然后用塑料袋包裹起来 这样第二天早上 大家到了工作室以后 可以直接开始编织 可让她意想不到的是 这样一个节省时间的办法 却给她带来了大问题 郑老师 虽然泡得这么湿 有水吧 但是它颜色 这样看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个一定的湿度 温度 还有这个密闭的情况下 而且是放便带 这个捂着 是吧 这个铺杆中的这个纤维素 还有木质素 它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它就会慢慢地发污 还有这个变了颜色 突然间发现 这个问题所在的时候 我也感觉很惊讶 万大姐小的时候 都是这样过来的 她也是这样教我们的 没有想到说 会因为这个原因 来造成我们的产品的 一些发黄暗沉的问题 结盖过湿会导致 将来这个颜色变暗 变黄 从里到外 整个的是变黑 不好看了 原因找到了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 蒲草编织前 先用水壶喷湿 再尽快用抹布擦干 这样变色的问题 就能解决 除此之外 编织好的产品 要放在干燥通风的环境里 如果不小心撒上水 要及时晾干 否则蒲草制品也会变色 问题解决了 但是专家认为 徐慧娟他们的产品 相对比较单一 若想谋求更大的发展 还需要走出家门 开拓眼界 什么样的作品 让求助人大开眼界 所以说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你编不出来 小蒲草融入大智慧 古老的蒲边记忆 如何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点草成金 不要走开 精彩 稍后继续 山东省宾州市 薄兴县 是我国主要的 蒲边产区之一 也是重要的 蒲边产品集散地 为了帮他们开拓眼界 帮帮团专家 就带着徐慧娟和万大姐 来到薄兴县弯头村 一个合作的草边工作室 王老师好 你好 你好 这个编织上了 王老师编的真好 这是蒲草 这还彩色的是 一些玉米皮染色的 王老师真好 王老师很有创意 在王老师这里 蒲草在编织之前 都是先用水喷湿 再用布擦干 方法跟陈叔刚说的一样 这样处理的蒲草 编织起来顺手吗 外面也不湿 里面也不干 正好柔软 我感受一下 你可以看里面的瓶 正好 真的是 既有韧性又柔软 对 这样处理过的蒲草 编织出来的产品 颜色鲜亮 那过一段时间之后 究竟会不会变色呢 随后 他们就来到 产品展区 他们这里产品好多 很丰富啊 这种类 王大姐你看 你看 这个铺团 咱们编的是一样的产品 你看人家编得多好 是漂亮啊 咱的颜色就无法 它这个亮啊 它这个白啊 细密又紧致 对 看到真实的产品 他们终于打消了一律 在这个展厅里 还有一些作品 让徐慧娟和万大姐 大开眼界 万大姐你看 看他们编的产品 哎呀 真漂亮 对 这个是用菠子叶编成的小辫 是吧 对 然后这里是锡编 真精致 真精致 哎呀 这个形状特别好 大神我们也能编 这么精美的产品 哎呀 你看这个东西 这是钻子 对 哎呀 这个漂亮 漂亮吧 啊 这还得来学习啊 对 这样你看 这小辫编好了以后 然后一条一 压一条一 编起来的啊 咱们也可以编 也可以 能编出来 人家那不叫产品了 人家是工艺品 以后我们也能达到这个水平 我想那我们的产品 肯定能走得更远 发展得更好 经过数代艺人的传承与创新 普遍制品 在这里已经衍生出 几千个花色品种 新颖别致 独具匠心 并且融入了现代人的生活 来 我们在这里啊 可以体验体验 咱们在草编生活 好的 你看啊 大姐 哇 跳呢 哇 整个人物造型 衣服都是用草编的 都是用草编的 手上面 嗯 我觉得这个太匪夷所思了 之前建的都是一些 比较实用的 这突然出现一个草编的人物在这 艺术品 这才是高手 开始体验体验 做一做 他喜欢哪个做哪个 我要做这个 好 这个 这个 这个小的是吧 对 对 换换做 哎呦 很稳啊 嗯 很稳的 很舒服 还带个小壳壁 我觉得你看现在 其实大家都是生活在 城市的楼房里面 如果能有这样一套 全然取自大自然的 这个原材料 做的这个家具 也能给你带来一点 这种自然的感觉一样 纯天然原材料 手工编制而成 还环保 比较环保 对 短短一天的参观 让徐慧娟和万大姐 大开眼界 受到了很多启发 同时也增强了信心 在专家的指导下 他们改变了 葡草处理方式 在创作上 也做了很多改变 栏目组收到徐慧娟 发来的一段视频 节目组好 那个 经过节目组 给我们带来陈老师 给我们帮忙 现在我们产品颜色发黄 编的不整齐的问题 已经解决了 我们对未来很有信息 非常感谢节目组 感谢陈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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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